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法者的生活頻道 今天會跟大家說回我上星期去巴黎一年六天 有什麼最新的更新和注意事項呢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隻狗狗跟大家報告一下 很多人說為什麼牠在影片上那麼乖 無論我是跳舞或者是說話 牠都好像很乖 其實真的被牠騙了 其實牠可以很頑皮 好 形歸正傳 我在聖誕期間去了巴黎 26日至31日 要說一說去年這段時間我也是在巴黎的 連續兩年都有朋友來探望我 去年的時候沒有那麼多人 因為去年我記得亞洲未是百分百通關 或者剛剛好就是恢復正常的時間 所以去年沒有那麼多人 但去年已經是超級多人 我的親戚說 哇 香港也是那幾個點是多人 即是旺角銅鑼灣 但法國是到處都有那麼多人 沒錯 去年是這樣 今年是更加不得了 因為全世界都復償 所以所有的景點 如果沒有在網上訂票 都真的不用指望去 或者你想要排四五個小時 才能去到那個景點 就逐一跟大家講一講 其中一個景點要講的就是海船門 我朋友買了飛去海船門頂 去看虎坑 鄉石里石大道和其他星形街道 我就說我不去 因為你以為是五十米 那裡是五十米那麼高 但是中間是圓著圓著圓形圓形上去的 所以其實是走很久的 然後還走回來 所以真的 還有可能大家說搭電梯 是有電梯的 但是就算在老佛爺 那個電梯也只是會給一些懷孕的女士用 其他人其實也不會開放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死了一條心 除非你可能有一個老人家要你陪 我繼續言歸正傳 我這個朋友已經買了那張飛 那張飛沒有優先權 他打算買了那張飛 到時候可以進入一個已經買飛的隊 通常在這些景點有幾條隊 以海船門為例 有一條隊是沒有買飛 已經是超級長 那你沒有買飛 接著就要排這條隊 那你買了飛就怎樣呢 在網上買了飛你就上去 那個洞 我有一條影片有介紹過 那個洞 就是出口的洞 去海船門的洞 你很容易錯過 因為那裡聚集很多人在買飛 其實是買飛旁邊的洞 是上去的 上去之後 你就要經過安檢 安檢條隊有兩條 其中一條是很長的洞 假裝都不知道去哪裏 另外一條是比較短的 你們就會問 那是否短的那條是有飛 錯 這兩條隊都是有飛的 有一個就是多給幾元歐羅 我大概幾多錢 我忘記了幾多錢 但我朋友說是幾元 我跟朋友排了一個小時 也是排了少許 結果我跟朋友說 你上去那張飛多少錢 十四歐羅 我說不如這樣 我們就放棄不上去 因為我會陪他排到那個通道 之後我會去咖啡店等他 但我都想這條隊 都排到不知幾時可以上去 我說我們還有行程要趕 你會否考慮放棄 上去就浪費了這十四元 但可以做多些事 結果是放棄的 尤其是冬天 可以很冷的 就算不是很冷 也可能會下雨 法國的冬天不是一個好的季節 又下雨又冷 上個星期也更好 有十幾度 但今天寒流來了 零度 所以真的很好看自己的取舍 如果你真的很想上去 如果有優先 不用等那麼久的 加幾元 我都建議大家去做這件事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另一個景點就是蔡立河 蔡立河可能大家就是遊船 遊船的時候就是看旁邊的景色 今次我和這個朋友試試 蔡立河的夜晚遊船家吃Dina 其實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它的價錢也不算便宜 一百多元歐羅 因為我預約不到 六點多吃就不用一百元 一百多元 我預約不到 七點多的餐就要一百多元 包一杯飲料 他們喝酒 我不喝酒就包一杯飲料 然後三道菜 但我覺得食物的質素很一般 所以如果大家有錢 遊船就還遊船 然後拿那筆錢去吃米芝蓮 其實它算是米芝蓮的星星 有一星的價位 但我覺得不值 大家就可以省一筆錢 但如果大家想一面遊船 一面看風景的話 都可以的 但我覺得不值 我自己覺得 今次我也有去巴黎鐵塔吃個午餐 巴黎鐵塔的午餐 雙次我吃五道菜 今次吃三道菜 但吃的時間是差不多 也是這麼久的 我已經吃少了幾道菜 以及沒有吃芝士 也是很久的 而今次的餐牌 就不同了 一如既旺 也是挺好吃的 那你百多元去郵輪 和百多元去巴黎鐵塔 我寧願百多元去巴黎鐵塔 為什麼呢 我再說一次 就是因為巴黎鐵塔 也是需要排很長龍去安檢 但如果你去這間餐廳 它有一個特別通道 就是專貨這間餐廳 以及樓下的餐廳 進入的 所以安檢快很多 但是這間餐廳是有私人電梯 包著你的私人電梯 上到巴黎鐵塔的二樓 其實你百多元的餐廳 是包著你不用浪費時間排隊 然後有一個私人電梯 也不用排隊 然後包著巴黎鐵塔 到二樓那張票 其實以我來說 去巴黎鐵塔吃 是比賽立河遊船吃 這是我親身的 作為遊客的體驗 和大家分享 接下來就是買東西 因為我這個朋友想去Chanel購物 他預約了很多都預約不到 我九月的時候那個朋友容易預約 但這次真的預約不到 唯一預約到就是在Beau Marche 他買了一個袋子 但他想買一個尺寸的袋子 應該是我朋友上次 幾個月份的時候買走了 所以他只能買一個他不太喜歡的尺寸 但要麼大一點也沒有那麼多錢 很貴 所以他買了一些小的尺寸 但接著他告訴我 他到了巴黎機場 有些時間去購物 他發現原來機場的Chanel 是退稅多些的 巴黎內是退12% 但巴黎機場的Chanel 是退13% 然後他說巴黎機場 還有更多些袋子 可能因為大家都趕飛機 都想著巴黎機場 未必有那些型號 因為每個旅客都去 但反而不是 大家可以下次考慮 在巴黎機場的Chanel買 而他也得到的資訊 就是每個人 兩個月內只能買一個袋子 所以其實他已經是買了 就算他夠彈藥 他也不能在巴黎機場買多一個袋子 另外可以再跟大家說一下 上次我說過 退稅通常是12% 但如果食物沒有開封 那就是3%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排不排那條隊 除非你有食物 又有沙馬 你就順便排賣 另外很多地方 退稅的最低限額 就是101元歐羅 如果低於101元歐羅 有些可能是1001元 總之超過100元 你才可以退稅 接下來要說一下交通 我唯一一次 應該是第二次 因為很久之前 因為我老公遲了出門口 所以錯過了一輛火車 今次不是遲出門口 今次我們的火車是5點鐘開 我們3點9 就由酒店搭Uber 或者Boat B-O-L-T 因為便宜很多 再說一次 Boat是便宜的 大家可以考慮在歐洲 或者法國旅行 下載這個B-O-L-T 然後3點9元上車 其實車程只有20分鐘 最多半個小時 結果到4點3時 司機說不行了 應該趕不及了 如果你坐這輛車 因為封了路 我們那天是12月31日 下午3點多 已經封了路 很多警車 所以十分之十 結果我們會坐Uber 是因為我和他兩個女生 有三個行李 所以我們的地鐵 就是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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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是當天 如果我由酒店直接上火車站 其實一條線 不會轉車 已經到達了 這樣是不會遲到 如果是3點9 但是到了4點3 已經到達一個要轉車的位置 我由那裡的地鐵站 要轉一輛車 再到另一個線路 到了火車站 結果我們兩個女生 三個行李箱,還有一個行李箱是有Chanel的 所以我們就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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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已經預計了剛剛錯過了班車 幸好在巴黎很多男人看到一個女流之輩都會主動幫你拿行李箱 所以我們不是在行李箱浪費了很多時間,但也很麻煩 然後我就知道真的會錯過了 在乘貨車期間,我就馬上買多一張火車票 幸好是買到,因為31號 我就不能買火車票去到直接我的城市 我就去了一個附近的城市 我老公開車40分鐘去接我 不幸之中的大行 我們剛剛錯過了火車,早了一個半小時在火車站 我朋友就在火車站走來走去 因為火車站很大,他也可以去看東西 然後我們就慢慢上火車 但是我的朋友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因為就算我們早到了 但是那個平台有多少號 都是要在火車出發之前的三個字 四個字才告訴你 他已經是挺緊張的 所以這也是他覺得在法國搭火車的壓力來源 尤其是他是來自美國的 所以他在美國很少搭高鐵的經驗 所以他覺得是比較難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除了要知道它是什麼平台 你還要知道你的車是停在什麼位置 如果它是總站,你也可以慢慢找 但是如果它是其中一個中途站 你只有兩分鐘 之前怎樣去找那些車的號碼 我之前有一集說過給大家 我之前說 你就算看到去到正確的等待地點 但是它可以坐 然後我上次說 拿著行李箱跑 從車頭跑到車尾 兩分鐘下去上車 真的是匪夷所思 另外還要說一下乘火車的一些問題 那是怎樣呢 我們有一天 因為我們31日去了家 我家可以乘高鐵去一些其他地方 比如波爾多 去波爾多火車不用兩小時 我就跟他乘高鐵去乘高鐵 然後去波爾多玩了半天 都是舊的城市 然後再乘火車回來 但是因為我們省 這個波爾多的省 有一些活動 可能會延遲 可能有罷工 之前已經收到 你那一程回來的火車 可能會延遲10至15分鐘 我這個朋友也收到這個電郵 他想再走久一點 但是這樣 有一個APP 我們是要下載的 如果你搭火車比較方便 叫做SNCF 就是這個APP 然後他說 我們可以走多一點 不好 真的不好 因為我收到電郵 但是這個APP 是沒有提醒我們延遲的 所以我們當它沒有延遲 真的沒有延遲 然後我們去波爾多火車站 很大的 我的朋友想 做了時間 不如逛逛 我說不要了 我帶著一隻狗 因為火車可以買票給狗 他們是可以上車的 我帶著一隻狗 說我不想趕 然後我按 結果我帶了他去 入閘 其實真的不能夠剛剛好時間 因為這些大閘 例如波爾多 或巴黎 有一個閘 有些是要飛進去 有些是有一個人手 幫你飛進去 那裡又要排隊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遇到這麼問 如果你要搭火車 當它有一個平台 號碼出 你就真的要去 你才會踏踏踏踏踏 或者不是踏踏踏踏 剛剛夠時間上火車 結果它沒有延遲 但原來中間有些站會延遲 因為中間途徑有些站 可能它正在維修 所以就慢了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它是一開始延遲十分鐘 原來是中間有些站延遲十分鐘 幸好我沒有聽它說 然後就早了去這個火車站 另外就是之前 我上次去日本之前 我都要搭高鐵去機場 那樣東西又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到延遲十分鐘 延遲完十分鐘 又說延遲十分鐘 延遲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我們很冷 在裡面等 然後我們就預早15分鐘出這個平台 我和我老公預早15分鐘出平台 其實你還要等多15分鐘 他說會延遲15分鐘 誰知不知道 就是我們出去 大概等了5分鐘 火車來到 然後火車其實是沒有延遲15分鐘 即是一開始 15、15、15 其實應該延遲了8個小時 大概 但是它延遲了半個小時 便來到 如果大安止意 在火車站裡等到差不多 你才上車 火車錯過了 因為它早到錯 所以大家真的有禁精火眼 你不要告訴你 延遲半個小時 即是半個小時 差不多延遲五分鐘 才出去 真的不好 尤其是那些人告訴你 十分鐘又十分鐘又十分鐘 你真的不好 你真的早點出去 因為它可能早到了 然後它亦停兩分鐘便離開了 我老公說 他應該有些控制員 會進了火車站 跟大家說 到了 大家快點出去 但是我永遠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做 總之我很慶幸 我早了出去 現在火車剛剛到了 接著就說乘搭這個飛機 我的朋友去了里昂 接著由里昂乘一程的內陸機 去巴黎 他在乘Uber的途中 就收到Air France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搭Air France 因為他經常有時候罷工 這次他收到Air France 說你的飛機早了一個小時 是早了一個小時 結果他本來很有充裕的時間 結果說頭說命 剛剛好 可以進入閘 所以大家在歐洲乘搭內陸機 不要以為內陸機提了一個小時 不是的 有時候內陸機 他如果見你早到 他會讓你去做一班機 所以大家可以預充一些時間 去搭內陸機 我再說乘搭飛機 乘搭飛機 可能大家會覺得 歐洲轉機回亞洲很麻煩 直航 但是其實轉機 是有一點點好處 是什麼呢 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說 我排了兩個小時才能進去 因為我是由巴黎菲台灣 即是去一個亞洲地方 不是內陸機 所以要排很久那條隊 但是如果是內陸機 反而是內陸機 譬如今次我去芬蘭轉機 我猜一下 因為以前我去芬蘭轉機 或者去德國轉機 你的護照 那裡過護照 沒有那麼多人 因為可能我已經過了聖誕節 不是聖誕節 但是我上次去日本 也不是一些大型的節日 所以內陸機 你的護照控制的地方 又可能偏遠一點 不是同一個線路 可能比較少 再說就是你轉機的時候 它就叫做歐盟的關卡 它又可能會容易一些 還有就是回來的 就是回來回法國 即是你們去法國旅行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轉機 那個轉機是在歐洲轉機的話 你首先已經在歐洲 排了一次Passport Control 排完之後 然後你再入法國境 它當你是歐盟入 它就會快很多 你不用跟它說是香港 你可以跟它說 譬如我在法蘭克福轉機 就是法蘭克福 它就會讓你去內陸機的Passport Control 不用跟亞洲機 亞洲機通常都要看很久的Passport 但是內陸機有很多都是歐盟Passport 它們就全部去了歐盟Passport 反而我們這些外來人 那條隊就沒有那麼長 這是有一個小小的貼士 接下來可能下次見不到這隻小狗了 因為法蘭克福要回香港 到時會在其他的場景和大家錄影 可能會出得疏一點 但希望都會繼續跟台灣仔說一些佛教的分享 我知道佛學的分享可能前兩集都好像深了一點 但是觀看數沒什麼跌 雖然我的觀看數也不太多 但是下一集都跟台灣仔說佛法的話 可能會比較貼地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跳舞可能我在香港比較難跳 但是今個星期都會出一條跳舞片 希望大家在新年期間認識多了東西 但也可以保持身體 尤其是跳舞 我自己過的內人分享 跳舞之後會比較開心 個人有精神 所以身心的健康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旅行之餘 身心也可以健康 我們下次可能在香港見 拜拜